我们说树要皮 人要连 就怕铁子做教练 为什么 因为他做了主教练 那就像是一张狗皮膏药 自己不肯下来 你去接还接不下来 骂也骂不下来 真的是太不要脸了 看看人家叙利亚 叙利亚的足球主席 家业部 早些日子对不对 因为叙利亚的足球队 在12强赛里面成绩不好 这就不好怎么办 宣布辞职 他这个辞职报告 怎么说的 他说 鉴于我们的雄心壮志 以及叙利亚球迷的热爱 没有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我递交了叙利亚足球主席的辞呈 远离争议和狭隘的利益 他当然知道 他坐在那个位置上 是有利益的 可是这些利益 他认为是狭隘的 作为一个男人 一个有担当的官员 他自然而然的把辞职 当作是成绩不好的 必然的结果 所以我一直是为这样的 足球主席点赞的 有担当啊 正职的官员的担当 一个男子汉的担当 这样的足球队 那是大有希望的 那事情还没完 对不对 接下来是什么呢 足球主席一辞职 足球里面的相关官员 纷纷递交辞成 纷纷辞职啊 那最近呢 又传来了新的消息 叙利亚足球队的 主教练 因为足球队也没有获得 令人满意的成绩 他自己宣布辞职 递交了辞职报告啊 辞职报告递交上去以后 新的叙利亚足球 秒批 就是第一时间 立刻批准 并宣布 两天内 选定新的主教练 这是一群 怎样的足球的从业者 这是一群 怎样的足球的官员 包括最近 越南 越南跟我们在一个小组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难兄难弟 都在小组里边垫底的 对不对 倒数的第一名第二名啊 那越南的成绩不好 怎么办 越南的主教练 也自主动的辞职了 李铁呢 有什么动静吗 没有 这些从国外传过来的消息 让我一次次的心灵震撼 我从小接受的教育里边 就是人要懂得礼仪廉耻啊 可是后来呢 厚脸皮的无赖 见得多了 我们的很多朋友呢 也都开始麻木了 因为我们的麻木 所以脸皮厚的 那就更加的厚了 女竹兵败东京奥运 创下了奥运会女竹历史上 最差的成绩记录 老贾呢 他居然宣布 公开的宣布啊 说下不下课 由主席和我自己来决定 时至今日 水星霞都已经官宣了 要担任主教练了 老贾也没有自己公开宣布一下 说自己真实下课啊 这脸皮都能厚到这种程度 李铁呢 无德无能 固执己见 拒绝使用规划 战术又保守 他是国主成绩惨淡的 最直接的原因 现在呢也是这样 以为的抱怨外界的这个条件 抱怨种种客观因素 还在那里叫苦叫累 为什么不肯下来 因为那一天 那就是三万块钱的工资呀 我们的男竹女竹 怎么那么倒霉呢 碰到的都是这样的厚颜无耻的人呢 那有的朋友呢也劝我 说现在换谁 也都进不了卡塔尔世界杯了 还是让李铁把剩下的几场比赛打掉吧 打掉以后我们再重新选主教练 然后我们备战2026年的世界杯 你不提这个2026还好 一提2026 我就更加来气 对不对啊 就更加来气 多少的球迷 在等待当中 一年又一年 每次四年以后再说 四年以后再说 多少个四年过去了 我们多少的球迷 在这个等待当中 一年一年的老去 大家应该还记得 我前面说过的 那个83岁的爸爸 83岁了 还熬夜去看 中国队和沙特阿拉伯队的那场比赛 看完以后 黯然身上 坐在那个沙发上 半天起不来 沉默不语 这个83岁的爸爸 就是一个代表啊 他第一次关注中国足球的时候 可能是三十十岁的这样一个人啊 四十多年等下来了 等来个什么结果呀 这些好心的朋友的劝告 我听不进去 说实话 每次一劝就是四年 一等就是四年 我们慢慢的也会变成 这个83岁的爸爸的呀 对不对啊 下过厨房的人都知道 一把盾刀 是砍不断 猪骨头的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会毫不犹豫的选择 换一把刀 因为手头这把刀 已经被证明 这个盾刀子 是砍不断这个排骨的 那我这一点上是确定无疑了 我换一把刀子 那可能也还是一把盾刀子 但是 最大的可能是 是一把锋利的刀子 因为我们换刀的时候 是选过的 挑选过的 换主教练 也是一样的道理 对不对 这个教练已经被证明 完全无得无能 是无法带领中国队 打出让人幸福的成绩来的 那就得换啊 就跟换刀是一模一样的道理呀 对不对啊 包括主席 所以我在这里面郑重呼吁 主席 你们都要学一学叙利亚主席 叙利亚的足球队的主教练 越南队的主教练 立刻换刀 也就是立刻换人了 该下课的下课 该上的主教练给我上 对不对 立刻马上 欢迎你 留言 下课就会见